所以早上的部分 最后我们是讲到那个 庄案的部分 庄案的部分备份 来到我们再继续 我们针对这个例子的部分再继续 那这边老师补充一个小东西 如果你们在编辑的过程中 它一直有出现这种绿色 然后呢 再导致于 你如果进行预览 你会发现就是那种 它会一直在算涂 一直在算涂 你觉得很很吃力 然后它 没有办法让你完整的预览的话 可是你又不想要输出 因为输出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那有个小技巧就是 你看老师的时间线 这条时间线的左耳朵跟右耳朵 有没有看到一个黄色的节点 请你把这个节点拉开 它就是一个选取的概念 选取 选取区 好 你把这选取区框起来之后 代表着 我要框倒拨这个区块 好 中间这一排就会有个叫 输出预览 你点它 它会先算图 很像那个 Premiere的那个Retender的意思 它会先算图 然后算完图之后 你看你播 这一段就会是正常版 预览就会非常的顺畅 所以你在做整个专案的时候 你可以不需要整个专案都输出后 才看到你的结果 你可以 在预览的时候 让它针对局部的区块去算图 听到老师意思吗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技巧 那你如果 整个完整编辑完后 你再整个输出就好 所以这边的话补充一下 你只要点电脑时间线 然后把时间线的左边的 黄黄的拉开 对到你要的那一个范围 像我们刚教的翻船这一块 我觉得它这一块 跑起来 几乎都已经有点lag 跑不动 因为电脑的关系 那这时候你就让它预览 输出预览 然后重新算 算完之后 拨 这一块 预览时 就会不会像早上一样 一直在输出 一直在输出 这样听懂 所以这是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把它学起来 好来那我们再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行 不吝点赞 订阅 转行